欢迎大家来到段老师的吉他课堂 我们先数一下手 看看今天我们要练什么好东西 那么在这里呢 0345这个说的是品 那我们来弹一下 我先来示范一下 0345 0456 0567 0678 是吧道理这个道理啊 我们谈完六弦就开始上行 上行就是六弦五弦四弦三弦二弦一弦 好吧准备 一二三四一二三走 六弦 六弦 好换五弦 四弦 四弦 二弦 B弦 好了 这整个就是上行一遍 有问题吗 Eva有问题吗 0345就从6弦开始 一直弹到1弦 从1弦再往回弹 弹到6弦是吧 1弦先不回6弦 我们只弹上行 6到1就行了 6到1 1根弦这些所有都要弹 1根弦把这些所有弹完 再换弦 好的 如果没问题的话 咱们再来一遍 好吗 6弦 先来6弦 准备 1 2 3走6弦 0 3 4 5 0 4 5 6 0 5 6 7 0 6 7 8 这就是6弦 整个一根弦弹 这个4个小节 每个人把吉他和左右手 露出来 我要看你的姿势和弹的对不对 就跟我一样 脸露不露无所谓 反正我脸大也不用露 但是左右手和吉他 转弄出来 好 那么 好 速度是100 1 2 3 4 好吧 从6弦到1弦上行 准备 1 2 3 走 5弦 4弦 3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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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弦 1弦 2弦 一些 好,弹了一遍了 你自己觉得弹的对的给个大拇指 如果有问题就问我 好像两个人我都没有看到大拇指 应该对我问题 来,Molly,说一下你有什么疑问吗 老师,您谈吉他的时候 您能看到左手的弦吗 可以 你可以看到 那这个吉他就差不多快平过来了,是吧 哦,你是说 你看到别的弦,六弦等着别的弦,是吧 对啊 来,教你个好东西看我啊 不要低头,不要弯腰 你把琴往前歪一下 看到没有,斜一下45度 当然没有四十五度很大 你要看不清就把琴稍微斜一点点 好吧 琴如果垂直看不清 就往前歪,按脚,好吧 哦,好嘞 那这就看见了,对吧 对 按手段的话要减掉,好吧 嗯 那个艾瓦有什么问题吗 老师,一下谈几遍呢 呃,什么意思 你0345谈几次啊 就是六弦,0345谈几次 0345谈完就是0456 一遍啊,一行一行往下走 一遍啊,一行一行往下走 0456 没看到0456 完了 哦,看到了 在下面啊 一直把这四个都弹上了,是吧 对了 就六弦 0345 0456 0567 0678 弹完了吧 下面五弦 一根弦弹着四行,好吧 好的 好,那有点儿飞劲看这个 有点儿飞劲 好,速度放快点 我们开始慢慢练这个手速了啊 来,听一下 一,二,三,走 五 五弦 四弦 三 二 二 一 好,这一面比较快啊 呃,可能会有难度 那个,我想问两个问题 大家帮我确认一下啊 我的吉他声音 你们可以听得见吗 听得见给个大拇指 好,然后我这个鼓的这个节奏 能听得见吗 好,能听见给个大拇指啊 那行,那些网络没有问题啊 因为我怕有时候大家听不到 我在那白操作 我在那操作 我在那操作的花里胡哨 结果大家信号没有传过去就不太好了 行,那我们再来最后一遍 我现在把速度放到120 放得非常快 放到130 特别快啊 我们看看手速能跟得上啊 准备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就这个速度啊 零,三,四,五 零,四,五,六 好吧,准备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一,二,三 五 四 三 三 三 二 二 二 一 一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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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速度越快呢 弹得越快 一下就结束了 有没有难度 觉得弹得对的 给个大拇指 是 好 行 那个猫里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啊 不过下课之前我要抽查一下 看看哪些具体问题 那个 艾瓦还有什么问题吗 跟不上 又说了 这个问题是个世纪大难题 因为越来越快嘛 可能跟不上 我们谈了三遍 有八十 一百 一百 和一百三 你八十能跟得上吗 我八十跟不上 因为这个 这个数 这几个 我没记住 三四五 零四五 零四五六 我看还挺费劲 五六七 对不起 你看嘛 它是三四五 四五六五六七六七八 它是一个一个 零三四五 零四五六 零五六七 零五六七 零六七 零六七 我先猫里看一下啊 猫里看一下啊 我跟埃瓦走一下啊 一 二 三 四 好吧 這個很慢啊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走 六弦 五弦 四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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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一 好了 艾瓦觉得这个八十怎么样跟的 可不可以 艾瓦觉得八十五跟的可不可以 我这不行 眼睛也不行 找学人费劲 是吧 这个有难度啊 就是一个熟悉国家 这个有难的 刚开始练东西就是慢 那个Molly我刚看你右手是双拨是吧 每个数字拨两下是不是 没有 就是按你那个就是稍微快一点 哦 是吧 快一点你怎么弹呢 你怎么做到 人在八十五弹 你是用九十弹 你是怎么做到的 我就不听你们的 我弹我自己的 那是不是何必为难自己呢 因为什么呢 因为八十五也是一样的训练 因为训练快和训练慢 对一个音乐家来说都是非常难的 因为你要找到不变 这就非常难 所以刚才呢 如果你觉得很简单 八十五太简单了啊 那你就可以自己加难度 去右手加 比如说每个数字拨两下 比如说还是八十五 一二三走 这样的话 就会加了一个难度的训练 好吧 哦 好的 变快速怎么可能 那是变不准的 你就会失去这个 对节奏的这个把握 行 我们手已经练得差不多熟了 我们来下一个东西 来 那么如果大家如果有记忆的话啊 我们可能 以前遇到过这个东西 这货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忆啊 A子 A子有没有记忆 这是A 有记忆 有记忆就好 有记忆我们这样啊 谈四下 空四下 谈四下 空四下 嘿 黑猫经过 有好运啊 今天 我家里两只猫 你这有一只猫的 没啥好骄傲的 来 我也有两只 哎呀呵 那咱们一起骄傲 好吧 都骄傲 那个 大家弹四下 停四下 好吧 这个是全靠大家的毅力了啊 不要乱掉啊 好准备 一二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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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走 平 平二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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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二四 平二三四 走 停二三四 走 停二三四 好,这个节奏大家慢慢就熟悉了啊 现在是这样的啊 现在是弹四拍A 大家 然后我弹四拍D 你就不要弹 然后你再弹四拍A 我再弹四拍D 咱们轮流,好不好 我听不到你们的声音 所以你们就弹对了 我看视频 看大家对不对啊 先弹A 我再弹D 你们弹A 准备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一二三走A 一二三四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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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不好意思我搅和大家 我就是为了搅和大家 就是说你在弹A的时候 我有可能也在弹 但是我弹的肯定是A嘛 对吧 你在弹A的时候我就弹A 然后你在不弹的时候呢 我会弹其他和弦 我就为了搅和大家 前面做得很好 一直很不错 直到我开始 也跟大家一起弹A的时候 反而有人稍微有点迷惑 对吧 但是没关系 为什么呢 到A你就弹 你管别人对错了 对不对 这是第一点 因为我也有可能错嘛 对不对 所以我错你别管 你就只要数到自拍 到你弹A 你就弹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当我弹的时候 如果我弹的是A 你就会听到 我弹的跟你的音是一样的 你就会知道 哦弹的是对的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在 也在跟着A弹嘛 是不是这个道理 听明白的给个大拇指 就世界上没有见过 这么啰嗦的人是吧 讲了一大堆 其实就是说 你们弹的对 好 来看另一个恐怖的 这货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不记得 好 来请猫里聊一下 为什么这个六画了个叉 那个弦不弹 六弦 遇到任何D和弦 六弦不弹 好吧 好 我们现在来弹一下D 也是这样的 先弹四下D 再控四下 再弹四拍 D 再控四拍 大家一直这么弹 你不要管我弹啥 反正我到D 我也会弹D 其他四下空的地方 我弹任何东西 你别管就行了 你就心里数好 好吧 别数错就行了 准备 1 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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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4 1 2 3 4 停停停停停停 停的时候不要弹 第2 3 4 不该D就不要弹 第2 3 4 停停停 第2 3 4 准备D 第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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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uitch players 第1 4Hello 一2 3 4 停停停ία 1 2 3 4 停 虽然但是 他抵大 其他什么 此外 损 reden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好 大家谈得很不错啊 Tina谈得也很不错 欢迎Tina到来啊 Tina到来正是时候 我说现在谁出现 我就送谁一个礼物 结果Tina就完了 哎呀 就完了 太可惜了 没有上课 有点可惜 不过来了就是好啊 只要出现的人 就是好人 她刚有空打开手机 好 你就听理论也行啊 Tina 我听听有什么新的内容 内容有新的 有新的 好 这两个我们热手热完了 刚才D和弦呢 大家谈得好很多 因为我在中间 谈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Molly和Eva 我觉得是尽量的 好像没有受我的影响啊 中间有一点乱的地方呢 我就给提醒大家 我说停 对吧 你把那四下数好嘛 因为这是一年级的数学嘛 对不对 一二三四 空空空空嘛 没有别的东西 是不是 好 大家看一个 看这个货 你觉得你会不会 大家可以看得到我的手机的这个 这个手机的连接吗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手机连接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我们来看一首歌 你会会弹啊 好 那么D和A 大家已经比较熟悉了 换的 刚才换的还可以啊 给大家看一个好东西 给大家看一个好东西 网络连不上这个东西 来 这个 大家还记得吗 这个事 大家对于这首歌还记得吗 上几个我们谈过的 如果不记得 你想一下 回忆一下 好 大家可以听得到音乐的 给个大拇指 太好了 好 这个呢 大家看一下啊 颜色 只要变了 就该弹了 这时候弹的G 对吧 他弹的G5 弹的G5 这EM 然后四拍弹一下 到A 四拍弹一下 EM 好 我们遇到A 就弹 我们遇到D也弹 好吧 老师你要把它共享啊 没看到啊 你看我的手机 看我的手机那个 看我的那个 我的手机的那个 Rock的那个屏幕 可以看到我Rock的人 给个大拇指 我看看啊 说 这可以了吧 对了 好 好 那么在前面一段呢 D和G是重复的啊 D完了G 然后呢 D四拍 G四拍 所以G不弹 没学 我们就只弹D 好吧 从这开始啊 准备 D 1 2 3 4 1 2 3 4 D G不弹 D G不弹 G不弹 这边还有一个 太小了 没弹到 EM 3 4 弹的 D i know you 好,依然莫老婆弹 1,2,3 准备A 1,2,3,4 好了,这里副歌变调了,我们就不谈了 好,问题来了 请回答 来,请莫里回答 这个D在这里弹了几拍 4拍 那么这个D在这里弹了几拍 4拍 这个G在这里弹了几拍 4拍 太好了,这一年级的复学学得可 来,那个A吧 问题来了,开麦 这个EM 这是个和弦 EM,在这里弹了几拍 4拍 4拍太好了 这个A弹了几拍 4拍 那这个A呢 4拍 太好了 就是4拍 很简单的流行歌 那么我想问一下大家 刚才你们弹的时候 你们自己觉得如果是对的 就给个大拇指 你觉得你自己数对了 谈对了 就给个大拇指 那行吧 那那个 Ava慢慢跟 这个没办法 可以 因为第一步呢 我们脑子得清楚 数到哪里了 我们脑子得清楚 手跟不上没关系 我想问一下那个Ava刚才弹核钱的时候难度怎么样 按核钱这个难度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还好 还好是吧 可以明白是吧 可以明白 是的 那如果能明白的话 我们走下一个 你看看这个 你能不能明白 来 我们看一下 有这么一首歌 你看看你 看看行不行 哇 这首歌有难度 我们是听一听 不一定能谈 因为我也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有难度 来看一下 斯丁的一首歌 很伟大的斯丁 很厉害的一首歌 一个人 你能不能明白 三四 一二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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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好的 好 这个歌很难啊 那么我刚数了半天 来请问一下 那个谁 猫里这个D 在这里弹了几排 四排吧 太好了 那么这个D弹了几排 四排 这个地方弹了两排 对这个A呢也弹了两排 因为这里很复杂 它就有很多和弦 所以弹了两排 好 我们试一下这首歌 试一下弹完 这首歌我们试一下 不管成功不成功 我们就下课 为什么呢 因为时间差不多了 来准备跟着我 啊 好准备 一二三四 一二三 一二三 走 走 一二三 四 走 二 对 哦 太难了 太难了 这个太难了 它算的排子很难 但是就是说 这里是弹了四下 四排 这里是两排 然后这个A是两排 比较难 这样吧 因为时间也到了 也没办法了 那就这样 大家呢 还是回去练一下 就是说 我把这个视频和这个链接 会发到群里面 大家呢 就是说 继续练这个A和D 下几课我们要么练新歌 要么会学一个新的和弦 到时候我们再看 看大家的这个接受程度 好吧 那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了 时间